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宝强作为一个非常普通的草根阶层 通过无论怎么样的手段 奋斗 努力 最后达到这一步 突然出现问题了 人人都在看 有的人是看热闹 有的人是看笑话 有的人是掀开一个范儿 看人家怎么生活 有的人是看草根上来了之后 他还是不是带点草根提气 所以各种各样的看 我觉得就是实际是一个社会问题 但是中间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 还是一个这个均和不均的问题 咱们以前谈过这个不换瓶换不均 王宝强这事跟这个均贫富有关系 因为大家特别关注他收入多少 现在我其实也是这些年开始注意到中国的情况 大概在七八年 十年前左右 我这不是说咱们给这届领导贴金 我回来的时候感到非常震撼 到处都是至尊鲍鱼 经典皇家什么 我自己心里觉得 这个社会如果往这个方向引导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后来居然出台了政令 说不允许用至尊经典什么做广告 我觉得我可以拍手点赞 那其实就是在那种引导之下 大家关注的就是生活的方式 有些明星的生活方式 王宝强究竟有什么包 有什么这些都列出来 实际关注的方向 不是一个生活问题 也不是一个法律问题 也不是一个文化问题 而是一个他怎么生活的 余老师这个事带给你什么刺激 知道学者的日子不如明星日子好过是吗 你说的这个人人要表态 我觉得这个确实好像人确实 都没有过了这一关 我在那个南国树香节的时候 讲我那个一个人的世界史 开场白就是把王宝强这个事 当做一个例子 为什么 因为当时很多人也很关注这个现象 我就说一个人跟这个世界的距离有多大 有多大 他愣不愣立得住 比如说他已经站在世界舞台上了 他是个成年人 但是他他在大家看来 如果是个是个孩子的心智 孩子的表现 那不就是一个闹剧 可能也是个悲剧 你觉得王宝强选择公之于众 这是有点耍孩子脾气 对 或者说他他不成熟 他可能是听别人说了之后 才觉得这个事我应该公开的搞一下 可是还有人说都是高手团队指点 说这是全胜之局 但是你知道你才说有意思 这个李天一当年有个律师 这个律师呢 最近在微博上也招骂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微博中发文呢 怒斥王宝强缺德 你们听听他的理据 他说呢 王宝强没有道德底线 他在博文中写道 离婚属于个人隐私 王宝强作为公众人物 公布妻子出轨的行为 无论在社会道德层面 还是法律层面都欠妥 他说呢 这个首先爆出轨是捕风捉影 毕竟法院还没有证实嘛 对吧 他属于家庭内部矛盾 应该在家庭范围内解决 再有一点呢 就是公开出轨行为 传递了一种错误的婚姻价值观 就是 然后呢 就说这个事件多日占据新闻头条 公众讨论热度不减 而拼搏的奥运健尔等重要新闻被忽视 从法律层面分析 通过声明 公众主要接收到的讯息是 王宝强是受害者 而马荣是过错方 这一信息存在引导舆论 干预司法独立之嫌 对此网友评论到 你是马荣派来的吧 这个事儿 这种什么都怀疑的心态 就在网上很明确 对对 我觉得现在是大家看热闹啊 都也都像个小孩一样 都去看热闹去了 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这个现象 还是反映出我们这个社会 这个不太不太不够成熟 因为我我最近不也出了一个 立人三部曲吗 对于中国人 能不能立得住的这个问题 比较比较有有有新的有想法 因为最近那个有个经济学 叫陈之武 陈之武教授 他说他看他女儿的教材 教材中的那个研究结论 他比较中国的学生 他就认为中国大学生的心智成熟度 比西方要晚3.5年 他均确到3.5年 但是这就让我想到当年那个迈克阿瑟 他他占领日本的时候 他对日本国民他也有个观察 他说日本人的时间虽然很古老 但是日本人在在现代文明的这个角视角看来 是非常幼稚的 他们还处在一种受人指导的状态 所以他就是说 假如说德国人那个安格鲁萨克顺人 是是现代的一个成熟状态 是45岁的话 日本人才是12岁 那这个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话 就是说明东方的前现代国家的子民 他的年龄 虽然是成年人 但他年龄是很小的 文涛也知道我有个词叫类人孩 类人孩 还是叫什么半孩人 类人孩 类人孩 对 然后心理学家吴志宏又有一个词叫巨婴 都是说明我们这些成年人 其实我们的心智像孩子 你是谈了20世纪的巨婴 还是中国历朝历代的人都是这样 都是巨婴现象 我记得Frederick Mott现在已经不在了 刚刚不离开几年 他是普林斯顿大学的 一直教中国美术史的老师 不是中国美 中国历史的老师 他有一句名言 叫中国2000年原地踏步 是的 这个2000年原地踏步 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就是2000年已经走到那了 前面历史发展 没有人比我走得更快 我就站在这儿再琢磨怎么走 这是一个说法 二是别人都走了 我还站在那不动 我不知道他指的是哪一个 如果是我在别人前面 当然他指的就是早期 我们早快一点 后来西方发展了 我们还在那原地踏步 这是一个社会现象 和当代的巨婴 我想应该分成两个不同的 历史时期来看 就是从 就是我刚才讲的是 从前现代的角度 就是我们东方社会的 几个国家的那个国民 他的这种心智状态 是处于处于一个不成熟的 然后我们都知道 启蒙运动 康德他有个很有名的词 叫什么是启蒙 启蒙就是让人摆脱 自己的不成熟状态 所谓的不成熟 就不经别人的指导 就不敢运用自己的理智 就是我有时候我们谈有些话题 我会想起你当时说的 这个一个概念 就是你看少数中国游客 比如说他比如说 到了那个看樱花的时候 我就发现他们都要谴责 其实我就觉得好可爱 我就觉得 我就像孩子 你知道吗 一放进了公园 成就上了树了 然后另一个 就摇着樱花树的枝子 他要制造那个花雨 照相 对 我觉得像孩子 这个是那个中国社会 我觉得从很多层面 应该仔细分析一下 这还不是孩子的问题 刚刚你说到这个康德 还是谁 引了康德一句话 说什么是启蒙 是吧 那我想引一句福尔泰的话 福尔泰比康德 早一点的启蒙 哲学家 他说法兰西的人 不能像中国人那样 自由的思维和生活 是法兰西的耻辱 究竟谁是启蒙 我们追究一下早期的情况 我明白你说的意思 福尔泰他当年 他对中国 他是有一种想象 有一种用我们话 信息不够对称的想象 因为福尔泰之后的 法国的那些知识精英 他其实对中国已经说的很负面了 比如说包个梦德斯鳩这些人 已经很负面了 所以他们是信息不对称的 但是从中国人自己的看 看法来说 像我最近在重看 郭鸿鸣的一个中国人的生活 郭鸿鸣 大家都认为这是个老怪物 但是他对中国和西方的观察 是很有意思 他也说中国人的心灵 就是刚才文涛说的 是个孩子式的心灵 但是他是赞美的 他认为这是了不起的 对 他说我们既有孩子式的心灵 我们又有成年人的智慧 这是他的说法 所以你讲的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我最近也看到一篇 好像是一个叫徐继琳的学者 写的这么一个文章 他其实是讲 今天这个世界上面临的危机 就是说 不是说苏联解体以后 好像有一个历史学者叫福山 他还充满乐观的宣布 就是历史到此终结了 以后没有什么冲突冷战了 一切全世界将向着自由民主的方向 走向越来越好 可是结果发现 他不如他的老师亨廷顿 看得深远 亨廷顿说 接下来就是文明的冲突和矛盾 所以你看我在这里边 学会了一个概念 他就说 一方面你以什么标准 比如说我觉得这民族太幼稚了 我觉得那民族没长大 你是站在哪呢 他就是所谓 比如说一个世俗化 对 所谓世俗化呢 就是指的就是说 我们哪 政教分离 我们人类不再拿这个上帝 耶稣 释迦牟尼 来当成指导一切的 就是人的生活 就所谓人文主义 是一个现实理性的考虑 他就叫世俗化 又伴随着一个全球化 好像感觉西方得了事 似乎我们现在都过着越来越像西方人的生活 可是他就说呢 与此同时 其实呢 越是世俗化 你越是离开了神 对 但是你会发现 这种保守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的这个 人们对他的需求啊 似乎也是水涨船高 甚至有越来越极端的倾向 对 形成对决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两位老师真是体现了我们节目的水平 愣从王宝强拔高到梦德斯鳩的鳩出来了 然后呢 再想再谈一下这个社会的阶层 社会阶层和阶层之间的这种流动性 那从王宝强你看到这个社会流动的可能性 所以呢 再回到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之后西方慢慢 之后慢慢形成的所谓的公务员制 前一些年我们引进的实际它是什么呢 它还是科举制 是的 这科举又回到这儿 究竟谁是心智不全 谁是孩子 其实就像文涛你说的一样 它是按照不同的文明标准 不同的文明习惯 在你不同的文化环境里 你去衡量别人 不够像我这样做事的方式 所以你是幼稚 用幼稚这个词 比较委婉地批评了别人 是的 如果你要说这个是太野蛮 其实幼稚和野蛮就差一步 只是稍微文明的一种说法 仍然是一种文明之间的歧视 这个在 我觉得也不能算文明之间歧视 因为中国人啊 特别现在中国的年轻人 他看 我就举一个现象 看剧 他为什么爱看美剧 不应该看 不爱看国产的 因为美剧里面 你看那个美国人的那种家庭 美国人的公司 他对人的那种态度 他还是把你当人看 有的人说是把你当成年人看 就是把孩子也当个成人看 其实从我的角度 我说不是把孩子当成人看 而是说把孩子当一个独立的人 有人格的人来看 哎呦 你讲的太好了 因为最近呢 我正跟一些个这个 80后90后的年轻人呢 聊他们的父母亲 我才觉得啊 怎么现在中国这个父母亲 这么样的糟糕啊 当然在他们的父母亲眼里 他们这个90后的孩子太糟糕了 就是说 哎 偷看他的日记 翻查他的手机 你跟谁谈恋爱 然后就说 你该找男朋友 你该找女朋友了 我听了他们几个孩子的这个倾诉之后啊 我最后 我跟他们说了一句 就说挺狠的话 我说我觉得这不是父爱母爱 我相信这背后一定有某种自私的东西 就否则爱不爱 这不是这样的 就是说 他不把对于 不把自己的孩子当一个独立的 就这个孩子 你这个中国这个孩子就可怜 就是说 就是我 我就不想回到我这个家里 我根本不想 我不想离开学校 就 哎 这妈妈 你说你怎么不回来啊 就哭 然后父母亲呢 恶言相向 我觉得怎么 他父母亲的关系 就是这么样的劣质 打的就恶言相向 到最后孩子就是说 我求求你们离婚好不好 你们不离 然后不离呢 就一起弄这个孩子 找男朋友没有 找的是谁 你应该找谁 你应该怎么怎么样 我认为啊 孩子好像比他父母更强大了 就是他的父母看上去像是 需要心理救助的人 你知道吗 他把孩子当垃圾桶 关涛 我觉得是90后的孩子 愿意说出来了 要不然咱们历史上 就不会有茶花女这个小说 就不会有这个割据 如果父母都不干涉的话 西方的父母 如果西方的父母都不会干涉 前些年就不会出一个电影 叫Notebook 中文翻译成什么 我不知道 一对一个有钱的女孩子 爱上了一个农村的男孩子 父母不愿意 就把女孩子带走了 只要这很多年之后 他们遇上了这么一个故事 肯定这都是人类的共性 其实揪身了 仍然还是一个阶层问题 那你觉得比如说您在美国生活多年 你觉得这个他这个美国人的父母亲 干预孩子有像咱们这样吗 可能也有这么厉害的 也有更厉害的 也有不管不闻不问的 跟中国一样 什么样的家庭都有 人之常情 偷看孩子手机 有 偷看孩子日记 偷看孩子的邮件 跟鬼鬼祟祟跟着孩子 这都都见过 都听过 那就是他你你就把你就认为就是中西方差不多 差不多一样的 所以你看 通常会有人问我西方是你孩子过了18岁吗 你们还管吗 我说有美国和加拿大有规定 只要你孩子在本科念大学 父母有法律义务承担他的 除非你完全没有能力 对 中国的父母也是说 但是这个吵到最后就是说 你现在你花钱你找我 你还不接受我管 这是哪家的道理 这是两个概念 今天我觉得我们今天谈的是两个概念 一个是说启蒙运动曾经说过人是目的 但是另外一个启蒙运动中也有一句口号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就是这两个平衡点我们没有找着 我们一方面说人是目的的时候 都要追求个人的 那个 那个独立自主 个人的至高无上 所以我们忘了这个人 他是在家庭 在社会 在亲友这个圈子里面 但是我们如果过于关注这方面 就变成又变成我们传统的这种差距格局 或者大家长来来来来管理我们的一个现象 我们就身心受到束缚 你看啊 就是就我就我就想起就是说 咱就说这个看手机这个事 我想起据说王宝强 就是看了这个这个他太太的手机 才知道这个所谓出轨的这个事情 对 你说这事 这就觉得 我有时候觉得 我记得你写过一篇文章 就说这个撒谎 已经是中国人的常态 对对对 可是你知道有些时候啊 没法不撒谎 那么没法不撒谎 你知道 我现在发现我身边的 我外国人我不了解 我身边的中国的男女恋爱的 夫妻的 包括父母亲管孩子的 最后往往闹到 偷看破写了孩子密码 偷看手机 或者偷看配偶的手机 因为就是 有的时候人会有感觉 你知道吗 恋爱当中的人最敏感 我就莫名其妙的觉得你 你不爱我了 你对我很冷淡 可是你绝对不 永远也不会跟我说实话 这样这样闹到一个程度 其实实在没办法 我只有这个侦破了 因为不侦破这个事情 我明知道有些人就是 王八顿锅里肉烂 嘴不烂 不是 有的人装糊涂 对 装糊涂 我就是不承认 对 于是只能 为什么咱们一定要闹到这样 按说要不就承认了吧 我是出轨了 咱说说怎么解决 对 就不 就是咱就是肉烂嘴不烂 你说这 西方也一样 你一定要多看一些美剧啊 或者是电美国的电视剧啊 经常也有这种现象 我最近问儿子 他最近在这 他学电影的 我就问他 你怎么看中国电影 他说我不太看得明白啊 但是呢 我看了一些中国的这些 这个叫剧本 他说中国的剧作家 这就得罪人了啊 好像跟美国剧作家的这个剧本的台词 台词上写法完全不一样 差异很大 差异很大 具体怎么不一样 具体就是每一个写 美国的剧本 你看他的 他都有套路的 比如那个欲望街车 那个是经典的 是吧 你看他怎么写人的动作 肢体动作 不光是对话 人的肢体动作 眼神都跟这个语言对着 他就塑造了一个完整的形象 这两者能对到一起 这在美国学剧作的 早就是一个套路 告诉你怎么做 我们还在摸索阶段 这个毕竟是一个 对我们是个新的语言 所以经常是假惺惺的 经常是假惺惺的 第二 美剧里面不由自主的潜移默化的宣传了美国价值 美国精神 你看每一个 基本上都是这样 而中国的这个价值观念从来是不贯穿的 因为我们有四五个价值观念 一个是 哪哪哪哪哪 一个就是新闻联播的价值观念 第二个是民间流传的价值观念 这三个美剧韩剧的价值观念 这就三个了 对咱们还有勾在对的价值观念 这也是又变成折叠了 对 所以你看刚才这个星元老师讲这个 然后我觉得就是你喜欢探讨的时间和空间 是 我们往往容易把它想成一个空间问题 就比方说中国的父母就是不尊重孩子隐私 老拿美国做例子 现在看来就正如有些时候人们讲啊 就是说比如说新疆问题也好或者什么民族问题也好 实际上它不是一个空间问题 也可能是个实践问题 就所谓现代化 前现代化和共同走入现代化 这个这个时间时代性的 就是我们说的时差 我们是有时差的 你像你像那个网络网上有篇很有名的 我让你看过吗 是吧 我必须通过18年的努力才能坐在一起跟你喝咖啡 这就是一个时差嘛 我是一个本来是一个内地的孩子 我要跟一个上海的一个时髦的一个一个现代的女孩 坐在一起喝咖啡 我要经过18年 一个空间变成一个时间概念了 转换成时间 也就是说内地的孩子 他的生活方式跟上海的这个生活方式 虽然是一个空间的不同 但是他通过时间来解决 所以就像是说一个凤凰男 要经历过像王宝强这样的多年奋斗 才能跟美女在一起 还背出轨 呛呛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你看咱们那天谈这个好警方或余国奖的这个科幻小说啊 就北京折叠 对 其实就讲到这个 我老觉得比如说古代社会有些理想 好像可以解决今天社会的危机 比方说什么恐怖主义 你现在就明白什么全球化老子说的 小国寡民 老死不相往来 对吧 就没事 甚至比如说 论语里边讲什么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之之 不透明 不透明 但是今天这些东西显然不切今天的实际了 就是今天你我觉得很凹躁的一件事就是啊 贫富差距如此悬殊 可是互联网把一切变成了透明 是 马云吃什么 王建林是吧 先定一个小目标 对 对一个页 对一个页再说 大家都看得见 对 你说这样人心里怎么能平呢 但是你看 你仔细看看美国的电视新闻 其实巨富吃什么穿什么 还很少在电视上见到 不是特别多 偶尔会有 你看比尔盖茨的衣食住行 电视上 大众媒体上出现多少次 狗仔队不去那个 狗仔队有 但是不是很多 你就真的找到 你看到有几张照片 他在退休的时候 离开办公室 开了一辆破的本田 还是丰田车 两个纸箱子 办公室的东西放在车上 是一个旧车 自己开走 这是你看到的 他的形象 是刻意营造这么一个 比尔盖茨的形象呢 还是这就是他的实际形象 他家里面怎么样 去过的人 有一些照片 没去过的人 几乎仍然是一种 不透明的神秘感 是 就是你知道 就是中国这个贫寒家庭 出来的子弟 咱就说这美女 稍微有点姿色 我就听我有些朋友讲 就说今天这90后 这美女 有少数吧 少数吧 就是咱们眼睛都是绿的 就是饥饿感 太强了 你这么说 他吃多少都不够 对 就是你不是说 半个大款那么简单 他半个大款 他还觉得 我还得有感情 别的女孩可以找帅哥 为什么我不能找帅哥 我找帅哥 我也要帮大款 我也要钱 我也要包包 我也要戒指 我也要尊重 我也要虚荣 就是他这个饿 就是这个 吃多少都饿 这是什么感觉 但是我们反过来再看 大款正是利用了这些花季少女的一种欲望 和欲望得不到满足的这种 这种渴望 同时他们还有他们自己的青春资源 这种资源也被充分的利用了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当然说我们是直男癌 对吧 但是有时候也会讲 就说今天的相当一部分女子 我觉得怎么说 就说直男癌是不好 但你就要变成直女癌 你明白吗 就是说 咱们这共同成为更好的人 但是今天你就看到 有些女孩子 他们就说 就是这些大款们给惯的 比如说你长得那么美 有时候我觉得可惜 这么就是读读书 有些文化 有点气质 有些修养 但是他们说 根本就用不着 对吧 他只有一张脸 就有男人给他送钱 送什么大大的 我想问你 为什么在美国这样的地方 大学里面 你看不见女孩子 打扮成这种样子去上大学 我在教书的时候 穿着特别短的裙子 特别漂亮 什么皮草的衣服 拎着名牌包的孩子 我不用睁眼 我不用看 绝对是中国孩子 绝对是 西方孩子 一条牛仔裤 一个汉衫 一个那种球衣一样 戴个帽子 一个双肩背的包 永远是这种 那我觉得曹老师 刚才你讲的这个话题 有两个现象 都说明了 你说是反映了美国人的价值 但是这种价值 从我们现在看 是正向的 是一个社会导向 对 是个社会很好的导向 而且比如说 我经常见到中国的家长 给16岁可以开汽车的孩子 在国外 马上买名牌车 大家以为 孩子觉得我在学校很光彩 父母以为我讨了孩子的欢心 实际上孩子在学校背后很受启示 大家很蔑视着这样的孩子 我想传递这个消息 那就是说我们中国的孩子和家长 其实都没理解 都没有理解这种价值 人我们说的正向的 社会导向的价值 对 我有时候 你像我就说 我看一个法国那个电影 阿戴尔 我就觉得 你看那儿的这个女孩子 就是T恤扇牛仔裤 带人家玩同性恋 玩这个 他在玩性爱实验 我觉得这比较酷